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受环球利率上升、经济放缓 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影响 去年本港经济增长步伐较预期慢 儘管整体开支在疫情过后回落 但是资产市场偏远 地价和印花税收入下跌 综合赤字因此较预期大 预计2023至2024年度 综合赤字是1016亿元 财政储备在2024年3月底 预计是7332亿元 展望未来 由于外围环境仍较复杂 香港作为细小及外向型经济体 无可避免会继续受到影响 跟资产市场相关的收入 仍需要时间完全恢复 开支方面 政府会继续投入资源 巩固经济增长势头 和提升公共服务 我们有决心和信心 克服公共财政目前面对的挑战 基本的原则是必须维持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我们制定了一套财政整合计划 勾画出如何逐步回复收支平衡 并维持财政储备在稳健的水平 确保政府能够持续为社会提供各项 公共服务和推动经济发展 以及在逆境或者其他紧急的情况之下 有充分的空间推出措施协作市民和企业 陈茂波预计赤字将会按年收窄 在2024至2025年度 继及发行1,200亿元价政府债券 预计赤字是481亿元 财政储备将下降至6,851亿元 2025至26年度至2028至29年度 预计可达至综合盈余 财政储备在2019年3月底 预计是8,322亿元